60年前 台湾第一批政治受难者被送到绿岛监狱 而在10年前 绿岛监狱已经被改为绿岛人权文化园区 今年文件会将邀请60位政治受难者和家属重返绿岛 透过分享追忆那段用生命和青春换取的历史记忆 碧海蓝天的绿岛是许多人夏季初有的好选择 但对有些人来说 绿岛是一段恐怖岁月 在这里的监狱度过了难熬的日子 那个时候连灰墙都没有了 我们自己盖灰墙 盖革命之家的门 那个什么礼益联储什么终效监睛 那个都是我们第一批记得是盖的 我到了台湾就失掉自己的 我没有进入社会 完全在请报局控制之下 今年是第一批政治受难者 被送到绿岛监禁的60周年 也是监狱整建为绿岛人权园区的第10周年 文件会将邀请60多位政治受难者和家属 重返绿岛 参与绿岛人权艺术季的活动揭幕仪式 那么我们特别办了今年的绿岛人权艺术记 那么第一个重点是把我们过去的中政堂开放 那么中政堂过去是一个官兵集会的地方 那另外也请了邀请了60位的过去的受难者回到绿岛 来看看他们过去所政府的地方 这个原本是伤痛孤岛的绿岛 在60年后文件会规划成为黑暗观光景点 也成为一个历史的时间走廊 民事新闻吕汉台东报导